想象一下iPhone和Android就像两种不同的玩具 iPhone就像是一组积木 它由Apple设计和制造所有零件都经过精心设计 可以完美地配合在一起 这意味着iPhone通常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速度很快 就好像积木很容易组装成房子或其他东西一样 Android就像是一盒大乐高积木 它由Google开发 但有许多不同的公司制造运行Android的手机 这意味着Android手机的选择非常多 而且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定制 就好像乐高积木可以建造任何你想象的东西一样 那么你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这取决于你想要什么 如果你想要一款与使用且速度快的手机 那么iPhone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想要一款可以个性化 并拥有更多功能的手机 那么Android手机可能更适合您 选择iPhone还是Android 主要看你自己喜欢什么 如果你喜欢简单直接 那么iPhone可能是一个好选择 如果你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想要更多的功能 那么Android可能更适合你 觉得影片有帮助的话 按赞 订阅 分享 就能免费获得最新苹果资讯